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豪豪鳳姐,南北寶藏 好,那就是,終於剛剛就是 剛剛的提問這樣子,我們先看看說 第一個,就是如果寶藏有繳費的人 請你把有繳費的人跟沒有繳費的人兩個 去得開這樣子,那我是覺得說 你與其後面那樣子 有些人有繳啊,比較好,有些人沒繳啊,沒繳不好什麼的 你不如一開始就叫大家全部都講 對,然後呢,就是你要 其實有些人沒有繳繳繳繳費費 他的原因其實很大的一部分 可能是不知道要繳繳繳費這種東西 我就覺得說,可以跟大家說有繳繳費這種東西 而且,如果你沒有的話呢 你可能就是很多東西就會 會上市很多很多很多的權益 那就是,當然還是一定會有人講說 啊,就是啊,不講啊,不講啊,沒有什麼關係啊 我就覺得,那就是可能之前沒有落實 就沒有落實這個區分的這個制度的結構這樣子 那我是覺得說,那就是要跟他們說 一切跟以前不一樣,這是我們玩真的 這樣子 對 你所有玩真的的區別的地方 玩真的就是說,像 嗯,有人提到說 啊,有繳繳會不會比較便宜 沒有繳繳會不會比較貴 那以前就是沒有什麼特別的說 啊,你要來就來,也沒有特別的說 就是那,就是就是 可能說,真的要落實的事情 嗯,哥您剛剛就是有說到就是 可能要大家都找汽水會不會 那如果你現在把,就是 汽水會不會變成就是每個人都要繳 那我相信就是你可能就要有一個正當性的存在 就是為什麼我要去繳這筆錢 那你可能會說整個系會為他們提供很好的服務 可是不一定每個人都會認為我們提供服務對他來說是很有用 例如有些人覺得我可能覺得求過就好我不用寫房子 那我可能就不需要考古這種東西 那我可能也不需要系櫃我住宿舍 那所以我不需要系櫃 系上提供什麼我都不需要我也不常來系上 我可能不太希望跟系上有任何掛歌 那我可能就不必繳這些系櫃唄 那可是你現在卻強迫我要轉系櫃唄 那這樣對這些人來說是不是有些不好的意思 當然有強迫就是會有退背的理智 那如果大家都退背呢 那你就不要在那裡去活動 不要這樣 其實這個問題 這個東西還是要在最後實行上面才看得出 他確切或是跟實在的問題在哪裡 那我的想法就是說大家就先講 讓我們開放一個退的機制 那如果你真的像他講的說 我們完全不想要這個系統有任何掛歌 那就是說我們在開放一個退背的機制 就是不想要講其他會被他退背這樣子 然後呢再關於說 痾剛剛那個同學提的說 經費如果多出來的話那你可以怎麼辦 那請問你經費多出來的多出來是指說 就放了什麼信息多得出來 就是你不是就是有需要什麼 就是有很多什麼增加財源嗎 那你增加過後的財源 然後你那個錢的目的 基本上多出來的錢一定是存 多出來的錢我會存起來 那為什麼要存起來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有什麼時候 你會突然用到這些錢的底點 那再來第二點的話 那我們有多出來的錢 我們是不是可以投資一些比較大型的設備 所以需要比較多錢的設備 像是冷氣這種東西 對 那我覺得其實 真的錢多好辦事這樣子 所以說 多出來的錢的話很蠢 那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 算是需要錢的時候 那如果開心有餘餘的話 當然也是可以提升 其他活動的那些品質 或是什麼樣子 那還有什麼問題嗎 謝謝大家